我是八十几期啊 八六 大家好 我是刘龙珠律师 今天是一周龙珠会 第86期 美国时间 3月13号 好 金剑时刻 黑等 靠女性 中国呢 中国有个吹哨人 叫做爱芬 然后呢 美国呢 有一个吹哨人 叫做哈伦朱医生 这两个呢 都是女的 我们先讲一下爱芬的事情 之前在爱芬之前 中国有个吹哨人 叫李文亮 小李 他是当时最初八个人 当时呢 说我们有不明肺炎 他当时怀疑是新冠肺炎 所以四处传播 结果呢 第一 他会冷传冷 第二 他会致命 结果呢 他没有 不但呢 他这个第一手的讯息 没有得到大家的重视 并且呢 被找去写训诫书 对吧 以后你再敢乱说 然后工作埋了 工资埋了 补贴埋了 你怎么养老婆 怎么养小孩 你全家得饿死 所以呢 我们小李 在生活面前 为了老婆 为了小孩 对吧 含着乐泪 非常屈辱的 前那个训诫书 当然小李 现在已经不在了 但是呢 现在一出来个 小李 更狠的女版的小李 叫艾芬 这个艾芬呢 是怎么个情况呢 他呢 也是个医生 他说啊 是2019年 12月30号 拿到一份 不明肺炎病人的 病毒检测报告 他就把这个报告 拍下来 这传给他的朋友 也是一些医生 他呢 并且用这个红色 宣出了SARS 冠状病毒 这样一个字样 转发报告 这批人呢 就包括那八个 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也包括小李 所以小李的东西呢 是我们这个艾芬 艾大姐发出来的 他说呢 作为传播的源头 他被医院纪委约谈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 严厉的训斥 训诫书没有写 但是呢 被骂了 骂得口血喷头 对吧 可能骂完之后 脸上呢 还得去洗脸 因为脸上沾了不少兔沫 说他作为专业人士 在造谣 那么现在呢 这个艾芬呢 他呢 他说后来证明李文阳 是对的时候呢 他说他不是激动 是高 也不是高兴 而是后悔 他后悔呢 没有大声疾呼 所以他的原话这么说的 他说早知道有今天 我不管他批评不批评 老子到处说 所以我们这个艾大姐呢 是非常自信 对吧 虽然是女的 她开口老子 闭口老子 所以呢 还是呢 有这个我们女性豪杰 的作福 所以他 这个妻子呢 我也可以理解 他说 早知道有今天 我管他批评不批评 是吧 当时我应该到处说 为什么不说呢 对吧 你不是看到小李写了训诫书了吗 可能扣工资了吗 你不想扣工资 所以你没说吗 对不对 所以他特别强调 我们这个艾大姐 他呢不是吹哨人 他是传哨人 他是第一手 小李李文亮才是第二手 是我拍下来发给你 你呢 才去吹哨的 你才去传播出去的 所以呢 我比你更有 我的功劳比你更大 我比你更了不起 这个话呢 也没错 因为第一呢 第一手的确是从艾芬出来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美国 一个美国版的吹哨人 叫朱医生 哈林区 他的原话这么说的 他说 It's just everywhere already 已经发生了 他呢 他是 他什么情况呢 他是1月21号 从有一个武汉 回西雅图的 一个华人工程师 被鉴定为 新冠肺炎 虽然呢 华盛顿呢 他们呢 相关的部门呢 做了一个排查 认为呢 他跟其他的密切接触者 没有密切接触 但是呢 他开始警觉 他说究竟有还是没有 你这个排查是不是彻底 是不是有可能彻底 所以啊 但是呢 他觉得说 应该呢 要去做更多的测试 做更多的病毒测试 但当时呢 当时的CDC的规定呢 是这样的 他说 你呢 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 才可以做病毒测试 第一呢 就是你去过疫区 比如说你去过武汉 你才可以做病毒测试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呢 要 跟这个 已经感染的病患 做过亲密的接触 你必须要符合这两个条件里面的 一个 你才可以去做测试 但是我们注意深的 觉得说 你这个 这个第一不科学 你一定有入网之鱼 并且呢 可能有很多 所以呢 他呢 就顶着压力 当然 他可能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在美国不要写训诊书 你也不能随便扣我的工资 你扣我的工资 我找洛杉矶那个流利师来告你 对吧 所以呢 他不怕 所以 他呢 还是自己私下做了个测试 做了测试之后啊 现在呢 他发现这个情况严重了 因为为什么呢 他在2月25号 他越过CDC的检测条件和规定 自己在临床试验室做了病毒测试 第一批 结果 他呢 吓得办事 本来 因为呢 本地有个没有出国旅行 没有去过疫区 就没有出国国 也不可能去过武汉 并且呢 也没有与确诊者密切接触的高中生验出了新冠病毒 这是华盛顿州的第2个确诊的病例 所以呢 他一验下来一跳 他觉得说大事不好了 天已经塌下来了 因为我随便一测 测了第2个 其实可能早就有 不是第2个 第3个第4个第30个已经出现了 我们只是不知道 对吧 所以呢 他当时呢 这个事情发现有人死之后 CDC下来跳说 原来已经有死人了 不但已经有死人 并且呢 在短期内越死越多 新兴之火可以燎原 死一个可能表示死10个 死10个可能表示死1000个 所以呢 美国人都下来半死 结果呢 所以后来呢 CDC才把这个权力 检测的权力下放到州政府 下放到地方政府 所以后来呢 通过我们这个汉论朱医生之后 现在这个CDC引起重视 美国总统引起重视 川普在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呢 非常失败 有个最大的失败呢 第一 我觉得钻石公主号撤侨 这个事情呢 极其失败 完全美国政府作为民主社会的老大 自由世界的领导 自由世界的旗帜 完全川普呢 可以说我出钱 我出力 对吧 所有人我包了 对不对 我了不起 拿个三个亿 拿个四个亿 钻石公主号 每个人 把你们送到一个岛上 我们来提供医疗设备 我们提供医生 我们在荒岛上 中国十天建了个方舱医院 我们没有那么凶化 我们二十天建个方舱医院 总行吧 对不对 他没这么做 他觉得呢 说你们美国公民 你们回来 你们孙子不是美国公民的 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我不管了 结果呢 大家至少门前选 结果的情况是什么呢 最后每个人的屋顶 全部都是错 这个是 有句话叫同体共生 是不是同体共生 我不知道 但通过新冠肺炎 可以看出来呢 是同体共死 只要死了一个 就死了一片 死了一片 整个城市 整个国家 可能全部死掉掉 对吧 从小李的口 从封口到武汉封城 现在呢 到意大利封骨 现在只是一个 可能加连三 一堆国家 全部开始封骨 那整个世界 眨眼之间 因为封了小李的口 一下退回到 一千年前 对吧 很快 我们现在也不用上电脑了 对吧 也不用这个 当然上电脑最大的不好 你们看不到我的节目 不过没关系 至少我们一下 回到一千年前 对吧 每个人开始穿草裙 拿钢叉 围着狗火跳舞 那至少也好 也健康 对吧 至少自己动手 风雨足死 但是我们从这个 艾芬 对吧 到这个美国的朱医生 发现什么呢 有个点 他们都是女的 所以最关键的时候 这个推动历史前进 其实都是女性 不是男的 我们举例说明 我们中国历史 对吧 那个李志成 几十万人 死伤无数 打仗打了几十年 然后终于夺取政权 那么后来呢 因为 这个 抢人家 吴商贵的小老婆 叫陈渊源 小陈 结果不给 结果后来呢 清兵落官 整个大明王朝 然后呢 屁股还没坐着 就灰飞烟灭 对不对 所以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然后我们看西方历史 确尔 莫玛图成记 也是 一个女 也是因为一个女的 结果呢 整个国家被灭掉 所以整个历史的大事件 它的 它的变化 它的前进 它的进化 完全都是由女性要推动的 而不是男的 对吧 我们看这个刘强东 老刘 对不对 这个京东 多少兄弟 对吧 这个送货啊 这个质量要好啊 怎么写评分啊 对吧 不能偷懒啊 迟到五分钟要被罚钱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各种折腾 不是几十个 不是几百个 不是几千个 几万几十万个 京东快递 这个兄弟 每天呢 这个分秒必争 要打造京东的品牌 结果呢 被我们一女的小刘 19岁的一女的小刘 对不对 这么一下折腾 京东死掉了一半 几万个 几十万个兄弟的 在每天的流血流汗 全部掉到马桶里去 对吧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在我们现在看现在的 之前还有啊 对不对 梦江旅哭长城 对不对 长城多少人见呢 多少人见了几十年 对不对 各种各种什么挑砖头啊 什么台水啊 对不对 可能死杀无数 对吧 结果得罪梦江旅 梦江旅一哭 长城倒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 这个事情呢 很简单 什么意思 千万不能得罪女的 好男不跟女动 不是说你客气 你斗也斗不过 死的永远是你 有人说女性能顶半边天 这是胡说 女性本来就是天 男的就是天下面的几朵浮云 只要天一变脸 立刻烟消云上 你死无葬身之地 对吧 我们看这个杨白劳 之前也有 对不对 跟这个 也是杨白劳 他欺负这个女的 结果呢 最后呢 也死了 所以呢 也死得很凄惨 白毛女 对吧 小白白毛女 所以这个 所以之前呢 英国 有一句 业语 他这个业语呢 他说了 他什么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女性 不管你给他什么 他呢 总是 十倍以爆 我们举例说明 对吧 你到超市 买一堆菜回来 他给你做一顿 可可的晚餐 你呢 给他个房子 他呢 给你个家 你给他一个微笑 他给 他给你他的心 你给他一个金子 他给你一个小孩 对吧 所以不管你给他什么 他总是 十倍以爆 但是如果你得罪他 你一定会死得很凄惨 死无葬成之地 所以呢 为什么一个三八妇女节 三八 三十八 什么意思 有句话叫 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 对吧 三十八 这是承上 起下的年龄 是最凶狠的 最有战斗力的年龄 第一 身体好 第二 饱经苍伤 经验丰富 所以呢 对于女性 尤其是中二年女性 大家一定要尊重 因为为什么 你得罪她 你一定死得很凄惨 所以呢 为什么一个道理 叫三八妇女节 就是这个道理 那今天的节目呢 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呢 这个在家里 第一 注意安全 第二 多看我的节目 因为为什么 我现在有没有确诊 也不知道 当然了 也没有疑似 对吧 万一我挂了 这个就是你们看的 最后一期节目 所以一定要珍惜 谢谢大家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可以 谢谢大家